日本首相安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今年5月份,日本首相安倍和俄罗斯总统普京,在莫斯科进行了会晤,当然,安倍和普京会晤主要的目的,就是想要讨论北方四岛的问题。 据了解,这次的会谈当中,普京表示愿意与日本在有争议的岛屿上共同开展经济活动,以促进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,但明眼人都知道,普京的这番言论,其实就只是一张空投支票。 对于俄罗斯来说,即使日本抛出再大的橄榄枝,普京都不会在北方四岛问题上做出让步,况且,日本也不愿意抛下大的橄榄枝。 所以,这场会议,对于日本来说,自然没有任何意义,所以,为了能够重新拥有北方四岛,日本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。 据日本共同社,24日报道,目前,针对北方四岛的问题,日本将教科书里的北方四岛纳入了日本领土当中,并宣称要在北方四岛上投资100亿发展经济。 对于日本的做法,俄罗斯政府表示十分的不满,据悉,日前,俄罗斯曾经派出了四艘满载反舰导弹的军舰,前往日本海附近的海域进行巡视,一度让日本十分紧张,尽管日本立马派出军舰进行跟进,试图劝退俄军,但是直接被俄军舰无视。 据悉,在28日,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,已经公然放话,表示俄罗斯针对日本的做法非常不满,此前驻日俄罗斯外交官,曾在日本公开声明,北方四岛是二战的结果,呼吁日本应该尊重历史事实,如今日本却更加过分,了,俄罗斯也已经劝告过了,如果日本真的在继续执迷不悟,惹诺了俄罗斯战斗民族, 就算是美国出面也无可奈何了吧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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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